我爱脚头 在这里骑脚车呢 你还可以嗅到那种 咸鱼喊鱼的味道 我小时候在这里发生车祸 幸好后面就是给你 去大街上看一下 早上城镇的那些小美好 嗨 早安 我回到家乡啦 今天跟我出门的铁车 我已经好久没有骑脚踏车吧 这个事情呢 只有回乡的时候才可以做 Let's go 来 首先的第一站 带你们来看 我们的角头古庙 没错 我从小呢 就是在角头长大的啦 这就是我们非常出名的霹雳角头 真君大地古庙 长寿桥 这里还有一个放生池 有很多的乌龟哦 原来还有鱼耶 好舒服 很干净 每次过年过节呢 我们都会回来这里拜拜的 祝个平安 宝佑 看到外面晨光微微的亮吗 看一下每一层大楼 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庙的设计啦 虽然不大 但是很有厚重感哦 还有一个小小的露天的空间 然后每次放学回家的时候啊 路过这里呢 下午的时候就排满了那些晒鲜鱼的 好像那个单架 我以前去我阿嬷家的时候也曾经搬过 我以前呢就是在这里包咸鱼的 然后那里有一家machine 就是来封那些咸鱼一袋一袋的 那就大家坐在这里 好多人的好开心 那些腌制好的咸鱼呢 我们就会在这里排在那个架子上 那个晒一了的咸鱼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放在上面 然后呢就这样子搬 来想象耶 我以前也刚得出这些东西 然后就这样搬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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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到对面这里来晒啦 咸鱼咧 咸鱼咧我最喜欢吃胖雕 真的很好吃 咸鱼摆出来啦 要等太阳出来啦 那在这里附近呢 还有一个是要买猪肉长去的地方 就在这个庙的旁边 但是不便的是咧 他们还是用这种大大块的木 在那边砍肉 接着呢 那你们去我家 常去买东西的 我们叫做杂货店 嘿嘿 小地方没有什么很多的娱乐啦 但是我们每次去杂货店买东西很多的时候呢 那边的哥哥啊 安哥啊 就会骑着那个三轮的摩托车 把那些货送到我们的家 这里就是他们家啦 那个是以前的安哥 我好久没有回来了 安哥 Good morning 我温哥嘛 就是我们住在海边的这些屋子 诶 进到里面呢 跟我们在城镇那种规划室的房子是不一样 那以前他们是怎么建的 他就说 是自己建的呀 那如果你看到 温哥温哥 他就说 如果你进去一些地方啊 看到是一样的设计的话 可能就是兄弟姐妹或者是一家人他们一起建的 嘿 这也是我以前去阿嬷家回家的时候 有时候会经过的路 咕咚咕咚 说到早餐哦 都是我爸会早早出来买给我们 然后 我其实真的很少很少 来买奖餐 如果没有记错的咧 这个就是我们家常讲的金鸡饭 八点不到 怎么只剩下一只了呢 是还没有烤好呢 还是都已经卖完了 我在脚头最喜欢喝的 一楼盆大饭 就是在这里买的啦 我们来买饮料 嗨 阿姨 大饭三包 copy一楼盆一包 一楼盆一包 copy一盆啊 yes 全部多少啊 十块 十块啊 好吃 我们脚头经典的建筑物 以前小时候就觉得这个是最高大的建筑物 我小的时候不敢去的一个地方 人家讲那边叫爱琴桥 以前不敢去是因为觉得爱琴桥这个名字有点犯罪 角头人民志愿消防队 我的爸爸有些朋友也是有加入这个 啊 这就是我们经典的爱琴桥啦 以前没有油漆的时候呢 是感觉它是那种石桥的 然后也没有这个棚 所以咧 我妈说你晚上来的时候就可以跟情人 站在这桥上 感受一下这海水的味道 顺便呢 看一下天上的星星 早晨 Good morning 所以角头就很多这样的地方 在这个桥下 有卖那个面 早餐面 简简单单就是吃一个早餐 我们小的时候呢 母亲不常让我们自己出来 所以有很多的回忆都是很模糊的骗话 如果介绍错了 小头人可以在下面留言哦 来到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种桶 还有很多的冰 就是来处理海鲜的 我们真的是到大街了 好多人出来买东西了 早上最热闹的地方 这几天好多人来买神料 因为过年要拜拜嘛 在做大戏的时候啊 在外面会点的 还有这些小吃一点的 我家有些时候也会买 以前我们的巴沙不是在这里的 我们以前的巴沙呢 是在前面那边 这是普通的还是小的吗 正常备菜 盐小白 啊 中国的盐小白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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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乡间民情啦 简简单单 普普实实 我们以前在旧巴沙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大大的好像 石头的圆柱 里面就会放很多水 它会有满满的豆芽 现在没有了 小童呢 有很多的潮州人 我也是 但是我潮州话不是很好 我刚好看到有一个在卖鱼丸的 三轮摩托车 然后就配那个箱子 买鱼丸 我们的那个是放鱼丸叻 完了 完了啊 完了是放鱼丸 完了是放鱼丸啊 你完了 是放了鱼丸 完了 完了 哎呦这么快 今天晚上刚刚有了 哎呦 嘟嘟喂 我以前很喜欢吃这个香肠 现在比较少吃了 哇 这个好新鲜 西游鱼 南华幼稚园 小的时候呢 这边也是旧式的那个棚 然后我还在那边跳过舞 每次来上幼稚园 最期待的就是来这里玩 当球签 以前这里是比较空旷的 在隔壁那边呢 还是在这里 就会有一个三轮车的 来卖零食 阿爸已经有几年了 几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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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吃到隔壁那边 最好 哈哈哈哈 你喜欢吃吗 我非常喜欢加那个很多的那个椰糖 还有那个椰丝 啊 一起放 哇 很熟练对不对 然后呢就拿来蒸 蒸完就可以拿来卖 卖了就是这样子包这个锁料 你就可以拿回家吃咧 这就是我们早上大街的情景 来早餐 你要吃炒面炒米粉吗 很经典的好像人车的设计 这个自己种的啊 对啊自己种的 种哪里 种脚头还是种哪里 这个啊不是脚头的 这个是在脚鱼那边的 你在脚鱼 我在脚鱼出事的呢 我在那边的医院厨师 对 但是我在这边长大啦 我很甜喔 还有番石榴 哇 番石榴很大颗 我们看一下一粒多重啊 这个800g 一粒多少钱 一公斤七块半 一公斤七块半 还有榴莲 还有榴莲 你要买什么就一路走走 一路逛逛 然后就要的就拿 拿了就付钱 付钱了就走 可是我就没有带钱出门 很经典的手表都有 大家都摸得太平年 嘿 我们以前常去剪头发的地方 玫瑰美发中心 大树下 我们以前的巴士站就在这儿 这里就离街上稍微远一点了 就比较安静了 你看到后面这边吗 很多这些好像篮子的东西 如果这里有营业的话 早上这里好多人 一直在处理那些鱼 那梦鱼特别是 傍晚的时候 其实还可以去看海边 可以去看海 这种葡营丝 都在乡间的小路上 都在乡间的小路上 木鱼的歌声在盘盘 哦哦哦哦哦哦它们唱 还有一只葡营丝 全乡 哎呦 哎呦看到什么 这种葡萄耶 而且长得还挺好的 很漂亮对不对 哇意外的惊喜 意外的收获 很多耶 有木瓜 有释迦 有红毛榴莲 换一首 走在铁路旁 我背着抵挡 我背着抵挡 一步一步走 呀一声一声唱 岁月多潇散 呀陪我走回家 来带你们看 这个就是我们吃红豆饼的时候 非常喜欢吃的阿搭鸡 阿搭鸡 呀和风来作伴 一句一句和爱呀一声声唱 昨天多潇散呀陪我走回家 稻田八现在已经收割了 看不到绿油油 或者是呢黄金金的 鱼米之乡的角头 有咸鱼 有海边 又有稻田八 好啦 又去洗脚踏车 今天陪伴着我 当然也少不了你们呢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